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象征着台海防卫其实改变 更能影响整合我们整个以后尖端科技 整体战略的一个新的局面的来临 事实上从F-16 一直到最近才刚刚最新回国的 我们的幻象2000战机也同样是越洋跨海而来 还有就是我们国人自制的IDF金国号战机的 先后两个中队以及连队的成立 这些都显示的我们空军在过去三年来所经历的转变 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过去二十年的转变 而且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 从过去我们想要不到的飞机 如今纷纷都飞抵了国门 这不仅象征着整个战力的提升 更象征着我们今后的国军可以有更安全 更优秀的军种来驾驶 当然这些军机的来临究竟象征着什么意义 我们的空军无论在人力 战力 战术 让这整个空军的改变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当然更重要的关系着你我 在整个台海未来的防空骑士上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演变跟影响呢 一个迎接新时代的空军 正是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 意思今天新闻百分百 在国防部跟空军总部的协助之下 我们来到了此地 大家非常荣幸难得的机会 我们置身于三架F-16最新的战机之前 给您做这次的新闻百分百 如我将您介绍 这架飞机的每一架的售价都在新台币的9亿元以上 换言之光是今天我们的部警来讲 他们价值超过了新台币27亿元 当然更难得的 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三位来宾 他们第一位是在此地的空军的大队的副大队长张宜成上校 以及好光明中校 他们两位都是F-16战机的总指教官 以及是第一批带领这个飞机飞体国门的 还有就是研究军事专利的专家 也是台湾日报的总主币苏敬祥先生 也到此地跟我们来一起进行讨论 我想第一位我想请教张上校 以及好中校 我们在此地置身在这么这个战机之前 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空军的来临 你们是各位从最早的训练一直开始 你们自己的感受如何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兴奋 毕竟我们是期盼了很久 我们才得到这批飞机 那尤其是我们本身也从美国返国之后 也完成了这个训练就我个人的训练 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 也等于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幸 不是 光荣两个字大概也是一个 泛泛的形容词 你真的说你心中最深的一个感觉吗 您飞了19年的空军吧 对 您有没有一天想到 您会飞到这么样的一个飞机 这是我进空军官校的梦想 是让能够飞到全世界最好的飞机 就是F-16 那我今天有梦想实现 那这个飞机跟传统飞机主比较来讲的话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先进 在各方面 它等于说是一个电脑合成的 完全靠一个电脑的 所有的下的指令来做操作这个飞机 所以说可以摆脱过去一些 传统的旧的战机的一个因应 今天来讲说 等于我们空军来讲 等于说是迈进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新的战机的时代 我想好 钟晓 您是在4月14号 Dash的第一批的三架飞机 回国的第一位的空军飞行员 您那时候的行程 是从美国一路上的飞回来 我是4月8号离开美国本土的 第一站我们落在夏威夷 我们实施这个人员跟飞机的整备 我们停了两天之后再飞到关岛 因为在关岛也是相同停了两天 我们是4月14号的反旅 首先呢 个人要表达就是非常荣幸 能担任我们国家首批的F-16 飞胶的任务 尤其当这个飞机 两个主人在跑道上出击的时候 个人的内心非常激动 因为不光是我个人完成了此一任务 同时呢 在我们空军的历史上 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您是也认为 你在空军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吗 我超不敢这样讲 倒是个人觉得很荣幸 因为能够成本长官的后外能够赏识 那时候除了荣誉之外 您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在那时候飞胶上 当然是 尤其在整个行程中 我必须跟美方的人员一直进行沟通 能够让这个任务能够在很圆满的情况达成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想等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 这个在此地 我们今天也看了整个嘉义基地的这个一天 事实上了解F-16战机的飞行员的训练 是非常辛苦的话 如果说我好奇 我们现在空军已经有三种飞机了 F-16 幻象2000是法国制造的 据说造价比这还昂贵 还有国内人自动升载的IDF 也是一种先端的一种飞机机种 三 用极速飞行的话 台北到桃园只要30秒 嘉义基地到大陆沿海来回 只要7分钟 这就是F-16的难耐 但是你知道操作F-16的飞观 要受多少训练才能驾驭自如吗 三秒钟 一 二 三 吐气 吐气 OK 好 可以 不要以为每一个飞观 都可以像Tom Cruise一样 戴副墨镜穿上军装就可以开飞机 这样子令人觉得奇怪的L-1呼吸方式 是让飞观在高压高速飞行的时候 强迫血液流亡大脑 避免丧失意识的最好方式 在每天大家忙着下班的黄昏时刻 F-16的飞行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 坐着头 颈 肩膀的重量训练 光是四肢发达了还不可以 每天早上飞观其实都要接受驾驶模拟机的训练 这个看起来像电动玩具一样的装备造价1000多万 坐在里面 飞观可以看到和实际飞行时一样的景象 当然坐在里面容易操作起来可就相当困难 各式各样的按钮有30多种 要学会相互搭配运用更难 至于可旋转电门更是多达150个 电脑专业不足 外语能力不强 都不能扮演好飞衣观的角色 前置训练我们是总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一旦起飞之后 身体内随时面临承受比体重多出6到9倍的压力 如果你曾经坐过云霄飞车 感到心脏不舒服 飞行官所承受压力加速度 绝对高出你所能想象的程度 很多人羡慕飞观遨游天际的英姿 但事实上每天训练过程 其实是枯燥与艰辛的 但是没有这些扎实的训练 又不能培养出驾驭高性能 应付各种场面的优良飞观 新闻版本记者林志伟 张太宝 蒋雅琪 嘉义报道 看来要飞啊 F-16战机在英文有一个称号叫Falcon 意思是小老鹰 换言之原始的设计者 就希望这样流线型的设计 能够使得F-16像小老鹰一样的灵活 现在在记者身旁的 就是刚刚才完成飞行任务 回到基地的好光明中校 我们想请好光明中校谈一谈 您认为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 您印象最深刻是 这个飞机的哪一部分的设计 我想我个人 目前在F-16时间来讲 已经超过100小时 当我操作这架飞机的时候 给我个人最大的感触 就是这架飞机 它灵活的操纵性 还有它优异的空电性能 当然这架飞机 基本的设计来讲 它是用一部电脑合成的飞机 不光是飞机的操作 还有这个空电系统的这个指挥管理 都是由电脑来管制 那更难能可贵是 它电脑不只只有一套 它有好多套的电脑在这架飞机里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可靠 在安全性来讲 当你一套损坏的时候 另外一套马上递不上来 这个是我想这个飞机啊 最大的最大的不同 我们从这个飞机的外观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机腹下面是有这样一个 能不能再请你介绍一下 这样一个设计师 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F-16的进行照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机腹下方 它这个设计啊 完全符合这个 所谓的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原理 那它可以让飞机啊 在这个高空角低速度的时候 能够得到 还是能够得到充足的进气 所以飞机啊就不容易熄火 才能够维持很好的操纵 在低空速的时候 这个我想这是 如果跟第一机接近的时候 您认为这架飞机能够提供 你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它这架飞机啊 空电系统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优异 也就是说 它完全由电脑这个提供飞行员啊 所需要 所想要的资料 而且非常的迅速 所以几乎在空中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从这个 所有的这个台头显示器啊 或者雷达啊 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资料 那也就是说啊 大家也知道在空站的时候 这个是瞬息万变 这个飞机能够最短的时间里面 得到最多资料 那它就占着有利的地位 所以我想 就F-16机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达到这个要求 武器系统方面 是不是有针对我们自己 所需要的这个 不管是空对空 空对地都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设计 当然在武器系统 我们提出我们的需求 那美方在它的这个考量之下 它会完成我们的这个需求 那就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飞机啊 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当然在后续啊 可能我们会有更进步的武器 或是有这个这个 其他的考量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买更多武器 但是呢 就目前来讲 F-16它所用 细带的空对攻武器啊 或是空对的武器啊 已经目前完全达到我们 我们所要求它的这个 您刚刚在起飞的时候 这个用了一个技巧 都希望就是起飞的噪音 能够减到最低 能不能谈一谈就是 您这样的设计是 这样的技巧是什么方式 首先呢 我们还是有赖于这个F-16 有这个很大的推理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不需要用最大后软器啊 我们就可以让飞机离地 所以我刚刚起飞是使用军用 那就军用来讲 它的噪音啊 就已经减到很低了 那再加上它的这个推理 所提供的这个爬升角度啊 我们可以比一望的战机 要在爬升角度要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起飞立场的时候啊 我们爬升角度可以高一点 那也就意义就是说 我们离开地面的时间会很短 那我们在这个 所遗留下的噪音啊 当会讲到最低 是 爬升角度比较高是不是 那对您的这个 这个飞行的这个 有没有说一些 比较更多的考验 没有 当然我们所设计的 这些爬升角度 都在基于一个安全的 这个考量之下 所以我刚刚讲了 因为它的推理能够提供我们飞机 能够达到这个爬升角度 所以我们才去做它 如果说飞机推力不够大 我们也不能去做它 所以我想这个是重点 是 大家都有一个疑虑 就是F-16的飞机交低之后 这样的飞机设计 跟原始在美国 他们这个美国空军使用的F-16 是不是有些不同 我想这只是传言 因为从这个 当初我们订过这个飞机 它飞机的设计啊 以后来这个 直辆飞机交到我们 中华民国空军来讲 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是这个 序号改变的 以往叫MLU 现在叫Block两栋 我想 所谓的Block两栋 因为这个 在美国制造F-16的公司 洛克希特公司 它对这个 它所生产的F-16机 它每一批每批都有个序号 依它这个 所设计的理念 以及所设计的 这个时间 所以它 给了一些它序号 那我们 现在目前Block两栋 这个序号是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那在它的这个 所有的设计 它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是名称变了 在跟敌人作战 是不是有机枪的设计 就是火炮的设计 是不是有些 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 这个是 涵盖很广的 因为 这个一个空对空的 不光是你带的武器 或是你空间的系统 能够提供 还要加上飞旋员 本身的这个 基本的训练 当然因为 就算这个 载好的飞机跟你飞 你没有飞旋员 一样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发挥到百分之百的 这个性能 所以我想 所谓的武器赋予 或者是空间系统的赋予 最后还是要人来操作它 所以我想一个飞行员训练 应该是凌驾于 这上面的 所有的飞机本身的设计 我们相信就是一个 优良的飞机的设计 加上严格的训练的飞行员 他所带给我们国人 不管是国防武力的提升 更是国人在此地 安居乐业的一个最好的屏障 以上是新闻百分白 记者潘祖英 林志伟 嘉义空军基地采访报道 百分百 下会 北京律台 林志伟 听嫌疑风群 薄バ至身 浩油灰热上 呼吓赶而兹 有名 要五月三将 闛光有省 债义清醒 合宪 飞映 武力�纪监 天海新年 模糊 草野坚弃 海洋广大 游泪光 风军军人 同志们 努力 努力 使用